民進黨當局打著所謂人權的幌子 無端地指責大陸散布違背基本事實和常識的論調 充滿了偏見和敵意 不得人心 奉勸民進黨當局停止在有關問題上 說三道四 我讀了一下 這本呢 其實只有20頁 他是透過一個孩子一個家庭的視角 來展現武漢疫情期間的生活的場景 講述一個孩子 對身為醫生的爸爸的牽掛和思念 他講述的是跟擔當 跟承諾 跟支撐 跟守望有關的故事 這麼一種能在小朋友的心中 拨下愛和勇氣的種子的毒物 讓小朋友去理解人世間關懷互助的毒物 被島內別有用心的人拿來做文章 是不是很不應該 民進黨當局呢和一些政客呢 我們越來越看到 只問立場 不問是非 只看顏色 不看事實 只要是跟大陸有關的事 都政治化 污名化 拼命地煽動仇中反中的情緒 那麼他們在怕什麼呢 他們怕的是兩岸的同胞走近走青 怕的是台灣的民眾了解到大陸的真實情況 他們更怕他們苦心經營的謊言被戳穿 我想呢這種違反良心的操作是一定會失敗的 你說的可能呢 其中一位被指控的網紅呢 可能是B站上面一個up主台妹PK的視頻 對吧 其實我也是看到報導之後呢 我特意去看了一些他發的視頻 其中有一條呢 講的是他在上海就醫的經歷 結論呢 是覺得大陸的醫保 比台灣的健保要公平合理 那麼一個很普通的女生 她住在大陸 然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在大陸分享的生活的故事 這有什麼問題嗎 民進黨政客動輒上綱上線 要喊打喊殺居心何在呢 那我們要指出的是 民進黨當局和一些政客 一而再再而三的濫用公權力 打壓和霸凌一些台灣人士 煽動敵意仇恨和對立 實際上只會更深地撕裂台灣社會 把轉移焦點轉嫁矛盾 打壓一己的制式反應 當成是愚弄台灣民眾的萬鈴丹 真是荒唐又可笑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法律權威和法律效力 憲法關於國家統一的規律是明確的 我們堅決貫徹執行 我們將採取各種必要措施 堅定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堅決地粉碎任何台獨分裂圖謀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詞曲、李宗盛